10月16日晚上的《鱷魚談》 今天我也很困難 究竟我應該先說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 還是先說美國通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呢? 但我想想,還是要踢爆林鄭月娥的大毒心腸 讓我廣大支持我《鱷魚談》的老友記 這件事最重要,否則遲了就不算了 首先第一件事,今天早上泛民教了他留會 大家都覺得他很開心,搞了施政不太好 我當然樂於看到他閉腳鴨政府 如果大家有聽過我們在《鱷魚撒的香港政府》 我、Steven、Jordan,大家都很希望香港政府千萬不要讓他執政 用這個披腳鴨政府,讓他各種惡法都過不了 那就最嬌好了 今天林鄭交出這份功課 如果我是老師,我就不會改卷了 因為不知學生下一年還會被學校讀 我一下子就踢他,老母在出門口 關人狗事四個大字 首先講講他的功課 你老母,臭大你非常辛苦,林鄭月娥 你竟然用一個《I love Hong Kong Police》的T-shirt 那些是福建鄉黑,走來香港搞搞共的那些 藍色那些,是《I love Hong Kong Police》的藍來做封面 你擺冷到明,跟我們絕大部分的 在香港有識滋事 現在正在反政府,反送中修訂條例運動的香港人作對 好冷明顯 以及你心裏的底牌都告訴了別人,你們撐警 是吧?全家撐能力 好了,當中的細節就是佛善捉塵 說了無端為 小恩小惠,形頭小利 說這些東西都多鯛魚 真是吵架,老母 也不想知道你能否實踐得到 但當中有一件事 可能很觸動到香港一些中產或年輕人的心底要求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香港人每個人都很喜歡做一件事 就是叫做樓爐 林病月娥就可能看準這件事 當中他今天談過 就是放寬這個按揭保險計劃的樓宇價格的上限 即是說,400萬的樓 放寬到800萬的樓 可以做九成的樓宇按揭 如果你想做八成的Mortgage 就是600萬加到1000萬 這樣想想,一個800萬的樓 你給單Payment 10% 即是80萬的首期 你就已經可以上車了 很多首次置業的人就非常著弱了 因為可以爸爸按一層樓出來給80萬 你就可以買一層樓 然後兩夫妻一起去供 如意算盤就是這樣 甚至壓力測試就是 如果你兩夫妻加起來 入息50%用來供樓 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就告訴大家 其實香港現在 800萬的樓宇可以賣到什麼 在西營盤 一層200多尺 250多尺的樓宇 正在做六球 800萬的樓宇在西營盤賣的 可能是350多尺 我想問 你人生未來的30年 你就住在這個樓宇的樓宇 在赤柱監獄 或者是新屋嶺裡的機樓室 差不多多大的樓宇的樓宇 樓宇的樓宇過世? 沒有東西是嗎?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香港這堆貨 已經被香港政府和地產商 和大陸不停湧進來的熱錢 在過去這十多年 已經是天價 已經是全球最貴居住的地方 那你還要在這麼高的價錢 接一件這樣的貨 用你人生的將來 我想你要用30年的光景 去供你的樓 換句話說 假設你現在真的看中一層樓 是800萬 給了10%的downpayment 給了80萬 即是你要供720萬 30年 假設你的適合是2.3%左右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在想 你未來的情況會是怎樣 為什麼 在林鄭月娥這份施政報告裡面 一些關於政策上 或者是一些選舉 雙普選的事情 是全部都沒有人說過的 即是說 他希望香港仍然是這樣的狀態 大家是選不到特首 選不到你的代議士 全裏的就是屌尼老闆 為甚麼都不屌尼 甚麼都不屌尼 為什麼大家 我們有200多萬人上街 由四個月以來 個個的weekend long weekend 什麼都好 假期也好 我們有這麼多人出去抗爭 就是不喜歡一個制度 因為政治制度上的事情 他一點都沒有人說過 但是拿一個唐醫的讀藥 就是握握香港人 就是說你用很低廉的價錢 很輕僻 你就可以上等到 其實一點都不輕僻 因為你的貨量很大 而你的貨量買回來之後 其實是完全不值錢 好了 你要想一下 你一身人裡面 你未來的人工 你拿了一半去供樓 你是不是可以擔保 你人生裡面 是順風順水 直到沙割咀呢 是不是 即是你要給這個錢出來 你每個月都可以加這個錢出來 你就不停被林鄭月娥拿著你的春袋 你們的收入就大部分去供樓 你沒有想辦法去做反抗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用這一種的方法 就是將香港的高收入人士 絕對是一些大部分的中產 捆綁在一起 和特區政府的前途 希望他們支持下去 支持政府 因為他們的Future 其實跟他們的樓宇 是捆綁了掛鈴了 其實這個心場 就希望將一些香港的人 由黃也好 什麼都好 因為陳柳 就轉了去做藍絲 而不要反對這個政府 香港政府 好像聽很多藍絲這樣說 千萬不要亂 不要搞亂我的樓價 我現在就是將我人生 畢生的希望 畢生的積蓄 投資在我的樓宇裡面 希望他樓價升 我就非常之開心 這是一個政府的主觀願望 但是我都希望提提大家 千萬要想清楚 為何我們現在要上街 我們要抗爭 就是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將來 住在一個好像現在的香港城市 樓價高、物價貴、生活成本高漲 吃個早餐要五十多元 乘車來回一程要二十多三十元 基本上我們已經沒有想辦法 在這個高地詐的政策裡生存 另外有一件事我想提提大家 大家都知道什麼叫2047 大家都聽過鄧小平說過的五十年不變 距離2047 我們是不夠三十年 如果你想想 你供層樓要供三十年 換句話說 在2047研究之後 你繼續在供 而繼續 你是否要再享用你層樓下去 你的土地使用權 政府會不會拿回呢 或者政府會不會 好像在溫州一些事件裡 要分分鐘要拿你的樓價三分之一或以上 交這個費用 你才可以繼續再續用你的土地使用權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件事呢 大家是否再直撥 將你不新的前途 和希望做一個這麼長遠的投資呢 這件事我是很擔心 香港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而大家都會知道 在這個一國兩制之下 究竟可不可以捱到2047都成問題 還是將來變成一國一制呢 香港的前途會是怎樣呢 大家都是未可預知 所以我們解決不了我們的政制 我們的改革 而我們用仍然這樣的方向 前途去行車的時候 香港的前途可以說是淡如水 是非常渺茫的 而過去再將我們的香港人 夫婦、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總收入 絕大部分去浪去做這種投資 值不值得呢 我想大家心裡應該要認真地想一想 是不是再用這樣的模式去生活 高地價的政策 將自己所有的積蓄做樓爐 不斷供樓 令到自己百上加根 聲音都不敢聲音 如果你想一下 你是一個國泰的員工 你嫁給了一個HSBC的分行經理 而你決定了 投資一個800呎的樓宇 你兩個夫婦裡面 決定之後要供樓 你的老闆 你的HSBC 你的國泰 不准你有任何政治上的表態 因為你一表態就要炒購有利 炒購了你之後 吊起老母 你就沒辦法再供樓 你是不是想這樣的生活 我希望大家認真地去想一想 尤其是在我以前說過的 在這個惡魚談裡面 大家都知道 香港正值一個完美的風暴 換句話說 我們有大量的熱錢湧過進來 將我們的香港的樓價 推得太高 同時之間 我們香港的銀行業 將太多他們收回來的資金 完全抵押了下去 做這個樓宇安揭和借貸 借了給香港人之餘 也借了給大陸佬 只要有任何的風吹吐動 一爆煲的樓宇 其實基本上銀行業都是玩完 大家看看近來 我們有很多銀行 已經很擔心香港的資金會湧走 離開了香港 已經開始加息 希望可以挽留到香港的資金 擺放一些長遠的投資 換句話說 在香港的大前提之下 走資就是大道理 現在的情況 是不是還值得用這個長遠的投資 去買一層這麼貴的樓宇 而前途將它壓下去 我講一個真實的經驗給大家聽聽 在1997年 當我結婚第二年 而在1998年 董建華曾提出過一個 首次置業的50萬借貸 當時我用了這個借貸 去投資賣一層200多萬的樓宇 而過到1999年 我這層樓跌到只剩115萬 去到沙士的時候 曾慘見到98萬 如果大家都可以玩過山車 玩到這麼開心 那你不妨去試一下 但我可以告訴你 在這幾年裡 我的人生是非常灰陰 亦有很多香港人 因為將他們的畢生的積蓄 和他們的人工 大部分去供樓 而當他一承受不了任何風險 譬如炒油 沒了份工之後 他們是沒辦法繼續供層樓下去 他選了一件事 就是消炭 現在的情況 跟1998年的情況 非常之近似 但是1998年 當時我們還看到 香港有機會 可以去追回疫境 回到上面 因為當時的中國 還沒進入WTO 而當中國進入WTO之後 大量的錢 都湧到香港 令到香港的經濟 蓬勃下去 大家想一想 現在資爆在職 如果資爆都爆了 沒有資金再湧入 糖水滾糖魚 又浪不浪到這麼高的樓價呢? 聰明的你 心目中 已經有一個答案 林鄭月娥 用這個樓宇按揭 減輕首期的風險 由三成又好 五成又好 變成一成 其實就是 第一,要浪高的價錢 第二,要將我們捆綁下去 第三,要送我們去死 所以大家認真要小心 林鄭月娥是一個非常心腸惡毒的女人